公元两百年 袁绍帅七十万大军征讨曹操 曹操只得带领仅有的七万人马迎战 曹军寡不敌众 退至关渡 占据了有利地形 袁绍两军对峙 大战在即 于是双方的谋士们纷纷出谋划策 以图制胜 然而袁绍与曹操都是生性多疑之人 他们帐下的谋士虽然都是忠心耿耿 可是由于采取了不同的线策方式 结果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那么同样都是忠心为主 为什么两方谋士的线策结局 会差距这么大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为我们评三谷论智慧 请继续关注第21集 说话的艺术 我们知道曹操迟早是要打袁绍的 因为袁绍的地盘很大 势力很强 你如果不把他打掉的话 那曹操就永远没有办法统一天下 因此呢曹操有打袁绍的动机 袁绍也很清楚 那么袁绍呢 他自然也会想到 对我们也是很不利 韩县地建安五年八月 袁绍起兵七十万 攻发曹操 传令三军 加速前进 一战 定绝此凶 主公 万万不可极战速尽 我军有粮 立在还手 祖寿劝袁绍还手 祖寿他认为 我们如果快攻的话 正好是上曹操的当 因为曹操兵少粮不足 他所需要就是赶快打完算了 我们呢兵多粮足 我们慢慢来 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我们时间一拖长 曹操非败不可 所以他就劝袁绍 你不要急 你慢慢来 袁绍他偏不听 大军方动 尔党又豁我军心 真是可惜之急 主公不便忠言 愚战不力 所有拖下 将这豁我军心之徒 锁进军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觉得袁绍 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呢是应该听的话 他偏不听 不应该听的话 他听了 其实这种人蛮多的 各位看看你周遭的人 甚至有时候你反省反省自己 是不是不该怀疑的 你都在怀疑 而该怀疑的 你偏偏就相信 这非常奇怪的事情 袁绍 不折不扣的 就是这么一个人 各位要冷静想一想 祖寿这个人 跟袁绍不熟吗 很熟啊 如果不熟了 犯这种毛病 我们不会追究他 祖寿跟袁绍都有一段时间 他应该摸清楚 袁绍这个人 第一个 不喜欢听 不好听的话 他那个耳朵很奇怪 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只要不好听的话 他马上就翻脸 第二个 他经常跟你参谈掉 你说该答 他就是不该答 你说要快 他就是要慢 你先说要慢 他偏说要快 你摸不清楚吧 那摸清楚 你就倒过来跟他沟通就好了 所以祖寿 聪明是够的 才智是有余的 就是沟通能力 非常之差 他完全没有别人的存在 往往很多才艺很高的人 很多智慧很高的人 其实不应该讲智慧高 只能讲知识很丰富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会觉得 我既然是对的 我就应该这样讲 我就不需要顾虑别人 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太高了 也可以说他没有智慧 袁绍没有采纳举授的权告 随动七十万大军前去征讨曹操 在两军对阵之际 曹操却心发制人 立声质问袁绍 袁绍 我与天子之前保座 辱为大将军 你何故谋反呢 曹操说的理直计断 我表咒你为大将军 你就应该好好的 把你事情干好就好了 你干嘛这样子 做乱 你这完全是叛逆 也有道理 他站在汉县队的立场来讲 你讨 因为他是丞相 你讨曹操 就是叛逆 可是袁绍说 如脱名汉相 实为汉贼 反无人造反 罪恶迷天 表面看起来你是丞相 实际上你根本就是汉贼 所以我现在讨贼 而且我又根据 我根据什么 根据汉县帝给我们的血书 写照 这个也讲了理直计划 我奉赵逃逆 我奉耶带赵逃贼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一件事情 它有相对的道理 怎么听都对 所以中国人的社会 很难说 一下子就把道理说得很清楚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讲事情 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 就是很难讲 真的是很难讲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说站在他是丞相的立场 那你当然是叛逆 可是你如果站在你这个丞相 根本就是 完全在下天子以令诸侯 而且你都是私心自用 你没有站在汉师的立场 来考虑事情 那我当然就是讨贼 各有各的道理 曹操以七万大军 对抗袁绍的七十万大军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曹操首战实力 退守关渡 曹操为什么退守关渡 我们都知道七万人 要抵抗议七十万人 不是那么简单 稍有措施 全军都覆没了 所以曹操啊 想了半天 既然极战不胜 莫如早退 所以他有退意 算了算了 以后再说 各位 刘悦没有劝阻啊 刘悦如果说 你不可以退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曹操同样听不进去 凡是当领导的人 你很直接地劝他 多半是很危险的 刘悦如果当时 就马上表现出来 他不同意 希望曹操不要这样做 我相信他的命运 跟祖寿是一样的 所以把他跟祖寿对比 你就知道 刘悦的沟通技巧 那是高明的太多了 曹操在那里讲 我这样搞下去不是办法 我想退兵 你看刘悦 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没有讲话 就引起曹操说 我说了许多 先生为何不语啊 他还妙得很 丞相 我此来是想谢策 不想丞相 如何 不想丞相 有退兵之念 你看他也没有劝主 但是就是劝主了 所以这才是会讲话的人 用不劝主来劝主 用没有意见来表达意见 这才是中国人高度的艺术 你看刘悦 他同样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要听我的 我又比你更好办法 可是呢 他不会被斩 他不会惹这个曹操生气 所以一个人讲话 要讲到对方听得进去 这才是很有效的 你说祖寿 讲得很对 但是袁绍 他就听不进去 结果有什么用 还是没有用 人家流也不一样 他不放不忙 丞相 想想看 我以七万兵马 抵挡袁绍七十万大军 在关渡相持粤鱼 丞相虽未取胜 却也不曾被袁绍大军 所撼动 这岂不正说明 袁绍之事 不过如此而已吗 多了半天圈子 最后曹操听懂了 承先生 信誓义从许都回来 带来寻遇先生的来信 哦 寻遇从许都来信 请曹操死守官渡 你看天下事 不是什么呢 不是不凑巧 家不凑巧 就是凑巧又加凑巧 刘烨 他告诉他 你不能会 然后寻遇又正好 那个时候来信说 你不能会 你看就加强了曹操的信心 所以很多事情来得好 不如来得巧 他这封信来得很巧 正在曹操左右为难 犹豫不定的时候 给他打了一击强心针 寻遇他说 你呀 一退回来 其实袁绍一定跟得来 那就等于说把大军引到许都来 那么更糟糕嘛 你在那边抵挡住他 而且从地形地势看起来 那个地方 袁绍是不容易突破的 一不能突破 那许都就安全了 你无缘无故让他突破那种可以守的险要 而把他直接引到家门口来 你何必呢 所以玄遇啊 当然平常他的声望也很够 他对曹操每次讲的话 曹操也都听得进去 所以每一个人要记住 信用度是自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人家不相信你的话 人家听不懂你的话 人家不愿意听你的话 其实跟自己都有很大的责任 曹操接受了谋事寻遇的建议 决心死守关渡 但是军中粮草短缺 于是写信向寻遇要粮 打仗除了士气以外 最要紧的就是大家要吃得饱 现在粮食不足了 怎么办 你说就地取粮 那是弹劾容易的事情 一打仗 就算有粮也不敢收割 就算已经有存粮 也被搜刮一空 所以他只好向许都 说赶快把粮来劫迹 那要向许都要粮 那只好写信 所以就修书 交代可靠的人 那当然是寻遇 所以我们这里粮没有了 你赶快想办法 赶快劫迹 这是必然的道理 正当曹军准备从许都要粮之际 曹操得到了援军 押运军粮的消息 我们说自己的粮要自己去酬 但是敌军的粮呢 我们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让它断了 一个是把它抢过来 再不然就把它的粮肠烧掉 所以现在许晃来报告曹操 袁绍令大将韩蒙 押运粮草至军前接济 那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是曹操令 马上动脑筋把它抢过来 抢不过来也把它烧掉 最起码把它破坏掉 一样的道理 所以曹操马上说 好 功名可率本部兵马先出 我随后再命张辽许楚引兵接应 曹操部署兵将 成功地结烧了韩蒙押运的军粮 韩蒙自知最不容束 于是自负于袁绍面前 听后发落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他打败了 他的命运是很凄惨的 这个时候他的命 就悬挂在那个主帅 那个统帅 一句话 他说你没关系 你就没关系了 他说投出去斩了 马上投就没有了 所以韩蒙呢 他粮草被劫了 那袁绍这个人 他是一天就很火大的 来人赞 推出 来走 主公 但是大家呢 都替他求情 主公 粮草被劫 正是军心不稳之时 战杀大将 岂不更乱 主公 我想这一幕 大家在三国里面 经常会看到 几乎在几个政党里面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你就知道 他领导人的性格 大家都不求情 那就表示 韩蒙这个人 平常做人太差 所以到这个紧要关头 连求情的人都没有 那当然被斩是活该的 那大家都能求情 那袁绍就会看看 到底大家 是什么想法 请主公饶恕他们 且饶辱一命 因此呢 大家求情 当然是合理的事情 而且老实讲 你说粮草被夹 那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韩蒙也不是说 把粮草送给人家 他也没有这个胆子 他也不是说 不打就逃回来 也不可能 他想尽办法 最后还是被抢 那为了这个人 就把他斩掉 有必要吗 我们任何人都觉得 不需要这样子 正当援军的粮草被截 袁绍心中大为不快之时 一被袁绍收押的谋士 举兽求见袁绍 举兽先生说 他用急事求见主公 不见 举先生说 是军情要事 听他的事也不见 是 袁绍 他这个人是情绪很不稳定的 但是情绪不稳定 也没有办法 也不可以说 因为我们叫他改 他就能改 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最起码 他应该后天 学习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警觉性 我们中国人 是天底下 警觉性最高的 我建议各位 把警觉性 跟怀疑性 画上等号 一个高度怀疑的人 就是高度警觉的人 一个警觉性很高的人 他怀疑性一定非常重的 很可惜 袁绍这个人怀疑性很重 但是警觉性不高 这很奇怪 一个怀疑性很重的人 他应该有警觉性说 祖寿现在根本被我判 做到牢里 他还来求我 这什么意思 而且他这个人不会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来求我 那他是为了公家 冒他的生命的危险 来找我 我为什么不见他 就这么一念之差 就够了 他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讲 全世界人都有情绪的反应 我们中国人千万千万记住 我们情绪的反应 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 弹性最大的 我们动不动就发火 外国人比较不会讲 外国人也有情绪反应 他也会发火 但是没有像我们来得这么快 来得这么猛 没有 川文国人一定要小心 对我们来讲 情绪管理是最要紧的 一个人情绪不稳定 受害的就是自己 你一稳定 你就比较冷静会判断事情 也不会害人 也不会害己 但是袁绍他不是那样 他来就来 发就发了 最后呢 自己到那里 粮草被劫引起了 袁绍的警惕 于是详细安排 粮草事宜 任命纯于穷 前去把守乌朝粮仓 举兽通过看守 得知了这件事情 遂觉大事不妙 便再次求见袁绍 祖兽之所以在牢里 还要鼓起勇气 冒最大的生命危险 一定要见袁绍一面 就是为了存一穷这个人 巨手追随主公多年 当此大祸临头之时 还望主公 静心听我一言 那袁绍 他很勉强说 正因念如 随我多念 才容剑上一面 快快起来 有话且讲 是 诸国 行军之事 粮草为重 袁绍一听就很气 岂用辱说 你包括当什么 你包括当傻瓜 当白痴 这种话不知道 可见这个祖兽 他的沟通能力 又一次表现 实在是很差 你搞了半年 人家没人想听 你讲这种不重要的话 你不是开自己玩笑吗 所以很多书生 很多有学问的人 他就是不能把握这种听的人的心理 你看有人对他话说从头 一开口就是 自从盘古开电以来 那随听嘛 你要抓重点 这个时候该讲什么 你就要讲 你好不容易 来了 结果一开口就说 打仗粮食很重要 他谁都生气的 韩蒙粮草被劫 乌朝危在旦夕啊 袁绍更气嘛 我一派淳于穷 重兵把守 我们采文觉得好像袁绍很不讲厉 实际上他也很倒霉 他碰到这些谋事 他沟通力都非常差 那淳于穷 嗜酒如命 纵饮过度 无私无谋 整日烂醉如泥 如此昏庸 无能之辈 怎能当此大任啊 主公 淳于穷 他是个酒鬼 大家都知道 袁绍知道吗 我相信他不知道 往往职位越高的人 对于大家平常的生活起居的状况 越不清楚 又没能够告诉他 其他人会传那一场景 你看 双天英 又醉倒了 会 但是不会传给他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职位越高的人 耳目越不灵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高层次的人 他都要布置一些耳目 就是他知道 他是最后一个听到 最后一个看到的人 他必须要有人 跟他通风报信 袁绍太不了解他自己了 听完祖硕的分析 脸色大变 来人 将这狂徒打入死丑 走 重加重量 主公 主公 对我的命令 不得放他出来 是 走 马祖寿打入死丑 为的是什么 就是四个字 恼羞成怒 我们不要怪袁绍 大多数的领导者 都有这个毛病 一讲到自己错 而且讲得很对 讲得很正确的时候 他不会承认 他就恼羞成怒 他反而把祖寿打入死丑 当然我们已经一再分析 这件事情 错在祖寿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我们的上级做什么改变 我们没有那个能耐 我们只有改变自己 祖寿不改变自己 他永远是这个结局 当然现在已经是 我看是没有救了 就在举寿被打入死丑不久 袁绍的另一位毛氏许优 得到了援军寻绍截户的一封 曹军密信 这是曹操写给寻毅的信 说我没有粮了 你赶快来捷技 这是最要紧的情报 因为只要曹操粮不足 那我们这个时候去打他 那时候非常有利 我们打不是用攻 而是用拖 拖一段时间 他不攻自败 而且徐优他还曾经跟袁绍建议过 现在你去打许都 我保证你曹操 两头顾不了 他就垮了 但是袁绍根本不会听他 所以这一次 许优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 袁绍一定会听他 因为他有真实的证据 徐少兵士捉到曹营细作 哦 先有曹操密信 帮许城催凉啊 来 袁绍刚开始很高兴 有这么好机会 有这么好的消息 他非常感谢徐优 可是他这个人呢 很奇怪 不该怀疑的时候 他就怀疑了 他马上想到 曹操诡计多端 此信恐是诱兵之计啊 他故意写封信 然后那你们从中 把他拦截下来 你就会相信他快断粮了 然后怎么办 不管你怎么办 你住在他掌握当中 所以他说这封信不可靠 主公万万不可坐视良机啊 许优愿意性命来担保啊 如怎敢担保 此信不是曹操的诱兵之计呢 许先生 对曹操的心思 为何如此了解啊 主公 说呀 那第二个又怀疑许优愿的动机 你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你是不是跟他联合起来 来诈骗我呢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一个将领 量自己的谋事 你就不相信到这个地步 你怎么打仗呢 你看这个时候坏消息是接额连上的来 我问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货不担心 服务双至货不担心 好事情经常是隔离阵子才会来 不会连续来 但是坏事情它是接二年三的来的 你看接二年三来了 第一个他怀疑这封信可能是假的 第二个他怀疑你许优跟曹操是老朋友 第三个就是悄悄找不来晚不来 审配这时候来信 说许优怎么怎么怎么 他心里想你自己行为都不见 你还想来劝我 他就生气 入个滥形匹肤 有何面目在我面前献祭 今后不许再让他来见我 这弄得许优是灰头土面 只好离开 许优为什么忽然想投曹操 因为他想跟袁绍这种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一个人要选长官 一定要选那种有前途的长官 你跟随这样的长官 最后他死 你只有跟着他死 你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 你既然怀疑我跟曹操是老朋友 那这个怀疑一旦有了以后 很难洗脱的 那我在这里 就算你不垮 我也没有前途 我也不会受你重用 然后就想到 既然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那我干脆就弄脚成针就好了 我就投他又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 就等于暗示对方一样 等于把对方逼到对我们很不利的方向 当然袁绍不会想这么多的 我们只是劝一般人讲话 不要太随便 就是说本来他没有这个意思的 也被你逼成有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说那我干脆就逃 逃操 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差 我们绝不能说 徐优他老早有这种恋头 他做好很好的计划 然后才投到曹操这种东西 不要这样想 没有 他纯粹是临时起义 心里想碰到你这样的人 我要跟你讲什么 不用讲了 就算说你谅解我 我也算了 那我跟他是老朋友 那我干脆去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念头 他就变成了行动 那徐优呢 情急之下 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拖久 一拖久 他连回又回不去 这边又不接受 他不糟糕了吗 所以他大声喊 他情急之下 才会做这种动作 说梦德梦德 才会 可见他也没有错 问题是在他 跟曹操见面以后 还继续的嬉皮笑脸 那他是大错特错 如果他这时候叫梦德梦德 然后跟曹操见面以后 他会严守那个奋计的话 那这个人其实还是有应变力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希望各位了解 一个人有变也有残 变了马上回复残 残当中要有变 这个变跟残两个东西要坚固 该变的时候变 该守残的时候一定要守残 许优没有这样的素养 所以他将来死得很难看 就从他这一次 这样子 你就知道这个人 是开自己的玩笑 哪一样许又来头啊 哎呀呀 曹操不穿鞋子就跑出来 好 好啊 如果我们把曹操其他的撇开 观看他这一场 会觉得这个人 是很可爱的人物 他不但看到老朋友 那种亲切的感觉 而且开门见山就说 我们不要论什么明觉 我们老朋友才是真的 但是我们一路走来 看他那种反复无常 那我们就开始猜了 你到底是什么 你是想利用许优呢 还是想骗骗许优呢 还是想做什么 你绝不是很纯真的一种友谊 不是 我想大家心中都有数 大家好好看这一幕 这一幕看起来是两个人 都很高兴 但是你要知道 结局是很悲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